一開始在這邊補習的時候,只是決定說要出國那兒,其實我根本英文是完全不會英文的情況 那就是從開始學英文就開始放棄了,因為我根本不想悲難自己,不想學 那到這邊來之後,那是這邊的老師,一步一步的把我的英文中就帶上來 那除了是教我們考試的技巧,那它當然是都有,尤其是托福,它需要很多各種不同的考試技巧 那這些東西都一定要老師來教,但最重要的是,老師會教很多真的去提升英文實力的讀書的方法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,那我在第一次考試的時候,第一次考托福的時候是考學期 那那個時候,其實托福的這個項目裡面,三個都還OK,但是就是我的口說會特別的 就那時候沒有考好,就只有考試幾分 那我後來就是考完試之後,再回去找Daniel老師,再去跟他講說,那我這個怎麼辦啊 那老師也會,其實他會很熱心的去花時間幫你做分析 分析,就是他會直接聽我摸考的口說的成果 那幫我分析說我的落點到底在哪裡 那再給我建議說,那我應該要怎麼準備 那老師的建議的方法是,有些人可能會聽過就算 那我是希望就是說,我自己把它盡量做到 盡量要求自己 所以我把老師的建議,就是再準備 再重新調整一下自己準備的方法,準備的策略之後 其實也不用很久,大概兩個禮拜,兩三禮拜 其實就可以考到,我要分數,就是到最後是 最後是第三次考試的時候,口說是23分 其實其實就是只有兩個禮拜的時間 就,到老師方法次我就可以經過了六分 那總分到了103分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到了我要的學校的門檻 所以你就不用再擔心托福這個東西了 那我會覺得說,托福其實只要有老師好好的待 其實要讓你自己認真 就沒有真的想要說那麼難這樣